我们说一件跟健康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很多人对电视节目异常痴迷 即使是非常困倦了要守在电视机前 往往开着电视就睡着了 我就这样的听着半音睡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不过最近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伴着电视声音睡觉 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研究人员招募了17名 平均年龄为22岁的志愿者 在他们睡觉时 播放出这些人自己的名字和两个陌生的名字 以对他们进行听觉刺激 这些名字要么是志愿者熟悉的声音读出来的 要么是由陌生人读出 实验结果显示 与熟悉的声音相比 陌生的声音会引发更多的K复合波 这是一种与睡眠时感官扰动有关的脑波 虽然熟悉的声音也可以激活这些脑波 但只有陌生的声音触发的K复合波 才能造成大脑活动的大规模改变 研究人员认为 人在进入睡眠状态后 大脑依然会继续监控环境 而开着电视睡觉 会让大脑不断接收陌生的声音 让人随时处在睡眠与苏醒的边缘 影响休息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